这个沙和尚真讨厌 每天催我说话 这是去年世界新闻自由日 每年的5月3号 就在中国的五四的前一天 是联合国的世界新闻自由日 去年我说的什么 沙和尚又让我说 不知不觉就又过了一年 现在这时间过得太快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一个呢 首先就是我腿不行了 怎么是我腿不行了呢 我走路啊 原来左腿还没问题 现在左腿大弯也不行 伸直了也不行 左腿就不行 左腿不行 你看我现在我排我自己是逆光 逆光我脸是黑的 没办法我就把我的手啊 手举到这 拿我的手当反光满 这样我手反点白光就到我脸上 你看 没手 有手 没手 有手 我现在腿脚不灵便 嘴也不灵便 以前我说话语出特高 嘶嘶嘶嘶嘶嘶 最典型的就是 杨静 就是杨勇的小女儿 她让我帮她说 西班牙移民的那集 我说的 罗伯特卡帕 那些都不是我说话 就是我老说的 独驾深入 诸神附体 诸神附体 是神附在我身体上 借我的嘴说话 我嘴特别敏捷 可是 现在我说话 语速越来越低 就跟念书似的 念书我都念 念不对 就跟打傻逼似的 语速越来越低 越像个大傻逼 一点不像耳目喉舌 耳目喉舌 应该敏捷 那时候我上学的时候 我的英文老师 叫Bob Hitchcock 是英国的一名记者 在南非出名的 他就说 唐 thinking fast moving fast 就是我想的问题 是想的快 脚下动作也快 现在我嘴也不行了 脑子也不行了 脚也不行了 所以就废物了 摄影记者就需要 thinking fast moving fast 现在我腿坏了 我moving不了 我整天 关在自己 小黑屋里边 自闭自己 以前我以为 封闭 小时候那时候 文革 把抄家的东西 还回来 我爸就把 他的日记 全给烧了 但他那日记本 他讲究 文学青年 他那日记本的 上下边 都有世界名言 他就用剪子 把那些一条一条的 给剪下来 然后用打纸机 打个孔 拴上一根石 说你每天记一句 我就记得 有一句是 苏联 是果格里 是谁说的话 叫 行听不能阻止 思想的进行 我都弄不动 他干嘛说行听 就行是犯罪 那个行 刚刚不说 法庭不能 他说行听 不能阻止 思想的进行 现在我觉得 胡说八道 一个人只要 关在一小黑屋里 不跟别人接触 慢慢的 你的语言 就有障碍了 语言是反映的思想 就说明 你的思想被支故了 以后你就想不出 什么心心东西来 然后就 再说也没劲 傻和尚说 又到了 师傅说什么 这是我去年 2021年5月3日 每年5月3日 联合国都提醒什么 我今天跟傻伤说 傻伤又说了 那么巧 明天就到 我说你编发吧 他说什么都不想说话 因为我说的不是屁话 语速特别低 语速特别低 说的也没什么内容 我当年选当记者 就是自己嘴欠 另外好奇 所有的事都本能的好奇 我现在在这待着 我得找一个东西 不能让我这手牢举着 我都累 得找个东西 代替我的手 有点亮 我笔记本昨天睡觉 我忘了搁哪 我那笔记本打开也可以 因为笔记本 它本身放在白瓶上 它就是白光 就等于一个反射板 一块反光板 我就能有点亮 不然我脸就是全黑的了 我当年做记者 就像我最早写的那本书 一开始是跟我哥们有关 现在老说战略 战役战术 战略是总的真容 总的要达到的目标 所实行的战略 战略就是总的目标 一次大战的时候 有鲁登道夫的总体战 现在有那谁 桥梁的超线战 他们都是大战略 具体实行大战略的具体的做法 跟一个个步骤 那叫战术 现在一说到战术 谁都说战术 比如我这衬衣 小莫给我 他说这衬衣就叫战术衬衣 什么战术衬衣 只不过就是这个兜这带个魔术贴 是吧 装备手枪不会掉出来 这边也是 然后这腰包 这腰包是我装照相机的包 这腰带 这腰带是伊拉克共和国卫队 伊拉克民兵总司令 拉马丹给我 他们管这都叫战术腰带 战术裤子 战术拉链 全部都加个战 那些农耕文明啊 不善于打仗 而且视野有限 窗户看出去就这么一点 就这么狭窄的这么一条 就能看见一棵杏树 这杏树 顶多想想说 红杏出不出枪 看不了太远 同时他们不敢打仗 打不过别人 一箭能打的人 马上就说战斗民族 战斗民族 我最早当记者啊 就是好多都是模仿的战斗 那时候小孩 小孩就喜欢机器 机器我顶多买得起照相机 买个买个手表 不错的手表 就没完没了的 是吧 大的 你看我这衬衣 这有511 跟那谁 泽伦斯基撞山了 他大量的装备都是这牌的 我是比较低调 所以我这牌 我都让我给撕下来了 撕下来 只有袖口 我刚才一看手表 发现这还有 这还有他的商标 我的一哥们 叫许元斌 特别谦虚 而且特有大哥样 这大哥是什么大哥样呢 就你跟他出去 你跟他吃饭 他从来不让你买单 只要他出去 就是一钱包 只要他出去 机票 车票 所有事他都帮你搞定 温饱而私隐喻 吃完饭的事 以后的事 他都帮你搞定 慷慨 大方 承担责任 比如出去打架 有时候出去打架 打架的时候 他不动 他在那看着 官邸廖阵 你要打败了 他肯定出手 是吧 不用他出手 他边上战士就出手了 我在他那学习什么呢 因为他是 哈军工毕业的 他是延安出生的 所以他叫许延宾 延安的边上 他是好中学毕业的 101中学毕业的 他上101的时候 给他报告 是谁呢 就是陈志健 我老说我那只狗啊 我养的那只哈士奇 是陈志健给我 陈庚他爸 是陈庚大将 陈志健在101上学的时候 使劲拍马屁 就是给他们101中学的 全学校的那个叫 体育部长啊 还是叫军体委员拍马屁 那个军体委员就是许延宾 许延宾呢 上学的时候有一摩托车 你想一个中学生 有辆摩托车 谁要能坐一下那摩托车 就特别的拔分 然后有一天 陈志健就说 德哥我能不能坐你摩托车 牛逼一圈 行 他就许延宾 就拉着陈志健 骑着那摩托车 在海淀 围着北大 圆明园 卡绕一圈 陈志健就 拔了特别大的分 像我就是草根一个 草民一个 但许延宾对我也特客气 有一年 对 刚才说到那个 再讲一故事 当年周恩来的医生 曾医生 曾医生女儿 叫曾奎致 奎奎 奎奎呢 跟许延宾谈恋爱 嗯 许延宾从六部口 往西 沿着长安街 到西单 媳妇还在后边呢 开这摩托车 牛逼牛逼 等红灯 哎 等红灯 奎奎呢 就两条腿 撑着地 站起来 疏松一下腰 因为坐那摩托车 挺紧张的女孩嘛 许延宾一架 又突跑了 一下就到了 过了 复兴门 一直回了庄稼兵大院 哎 忘了 把奎奎忘了 把奎奎就给弄丢了 现在奎奎是许延宾的媳妇啊 帮许延宾生了两个女儿 一个儿子 儿子是三 不幸已经失事了 嗯 说怎么到庄稼兵大院 许延宾他爸是庄稼兵司令 许光达 嗯 许延宾还特笑 不仅仗义 而且特笑 怎么笑呢 就是他的手机号 我会背啊 要他妈妈 六九六三 他手机号 结尾是六九六三 他们家军县 结尾也是六九六三 他们家民县 也是六九六三 六九六三 是六九年 六月三号 他爸爸许 许光达 被林彪四人帮 打死的那一天 他爸怎么被打死 我就不说了 你看那新华社高级记者代黄 写胡耀邦的里边就有讲过 许光达怎么被打死的 什么马桶啊 让他吃马桶 呃 底下的那个面条啊之类啊 许光达是湖南人 嗯 呃 是少有的 大将就十个 大将比上将大 大将仅次于元帅 嗯 大将为首第一是素裕 嗯 呃 倒数第二 还是倒数第一是许光达 许光达是这品德高 他是贺龙的铁哥们 啊 呃 那时候呢 贺龙那 除了贺龙是元帅之外 贺龙下边的有个大将 就是许光达 许光达说我一直在苏联来着 没参加那么多革命战争 我这大将我就不要了 嗯 结果人家说 那不行 伟大领袖亲自说 那哪行啊 你必须当这个 我坐这呢 是这个 呃 太阳的光有点好看 但是呢 我得给我脸上打点光 你看我这手 我这手一进来 哎 就好 不进来就马上黑了 我这手啊都是一反光板 然后那个 伟大领袖说 必须当 嗯 别人都是不行 要往上提 你是给你 大将 你不要 呃 许光 许光达是 研究苏联坦克的 所以跟苏联好多人特熟 嗯 他有点像 我老觉得有点像 那个谁 左权 嗯 呃 弗龙之大学 弗拉西拉夫大学 跟苏联装甲兵司令 马里诺夫斯基全人哥们 后来 69年真宝岛事件 我们那坦克 就打不过苏联坦克 因为苏联是师父 嗯 呃 就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有恨许炎兵 许炎兵他爸的恨许光达的 就说 你是苏修特务 所以我们打不过苏联坦克 打不过苏修坦克 呃 坦克这东西哈 这两天闹乌克兰 嗯 实际上坦克最早的都是乌克兰 为什么是乌克兰呢 乌克兰挨着德国 你要看苏联 苏联这国家 在西边 伸出了两个 这俄罗斯 呃 这 这东斯拉夫三兄弟 嗯 呃 西北边伸出来的触角 是拜罗斯 啊 我们故意翻成白俄罗斯 意思是 白俄罗斯的变种 其实不是 是另外一个字 嗯 应该念拜罗斯 但我们一直翻成白俄罗斯 呃 俄罗斯西南伸出了一个基角 就是乌克兰 嗯 呃 越往南 这个乌克兰呢 南边就是黑海 就热 嗯 而且它是大块的黑土地 黑土地就得种地 种地呢 呃 由于 呃 内战时期 嗯 没不给我们粮食 我们就穿土布 不给我们皮靴 我们就穿草鞋 嗯 试试看 你到我这来找农民的真理 试试看 我们就消灭你们 啊 那边的富农 他在靠西边呢 挨着波兰 那边挨着德国 嗯 德国跟现在不一样 现在好多有一个呃 苏联有一个州 嗯 一块飞地 叫加里宁格勒州 加里宁格勒州的首府是加里宁格勒 现在我们一说都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国 苏联的一个州 以前不是 二十四大战以前 那地叫什么呢 加里宁格勒那个城叫戈尼斯堡啊 加里宁格勒州那个州叫东普鲁市 我一说东普鲁市就知道了吧 以前那个某领导人老说 一个民族要有希望 就得有仰望星空的人 仰望星空啊 就夜观天象 就跟祝国梁夜观天象 臣夜观天象啊 他就往天上看啊 你看现在我这姿势 就跟阿拉伯人跟伊斯兰教祈祷的似的 因为我手只有这样弄着啊 你看我脸上才有反光 是吧 我应该拿块白纸举在我面前 或者找一三角架举着一白纸 不如我脸这一逆光呢 就全都是黑的了 又有仰望星空的人 仰望星空就像船上的那个辽望哨 是吧 左前方冰山 右前方鲸鱼 啊 船速多少多少节 水深多少多少巡 是吧 马克吞 马克吐恩 水深 马克 马克吞 两两两巡还是两英尺 我不知道什么 马克吞 马克吐恩 啊 就是辽望少 后来马克吐恩替他们国家辽望辽望出大名了 就不叫自己 原来什么叫 马克吐恩原来叫塞缪尔朗芬克里门斯 是吧 塞缪尔朗芬克里门斯 后来干脆改名 就用他的笔名 就用他的笔名看水深 瞭望的那个仰望星空就叫马克吞 嗯 马克吞 马克吐恩 嗯 就是说水有多深 不然那个在密西西比河里边 密苏里河里边行船 那船就得搁浅了呀 就得搁浅了 我当初做记者的时候就是 嗯 这记者呢 就有点像二次大战 巴顿手底下有一个 巴顿是集团军的啊 就是若干个师 师就是devasion 若干个师组合到一起 在美帝啊 在美国 嗯 当到师长就是general 师长一般是少将 嗯 少将就是general general就是gneral 跟通用电器那个通用啊 跟总管general 跟总经理general是一个字 啊 美国人认为上升到师 就得懂战略了 就得懂战略了 低层军官像士官呢 卫官呢 啊 哪怕到了校官 嗯 校官是管几个卫啊 一个卫就是一个船长 captain啊 一个机长 Curnal上校就是管几个车长 管几个船长 嗯 但是只有到了将军 嗯 才是总管的 才是打通这些的 才涉及战略 美国的师长呢 是少将 嗯 旅长是准将 所以旅长 你看的军衔 就是就是 准将啊 啊 一颗星 呃 师长少将两颗星 啊 集团军司令 像巴顿 就是三颗星 啊 甚至四颗星 嗯 三颗星 四颗星 巴顿手底有一个 一个侦察营 这营呢 是武力侦察的 不是扮装成老百姓 啊 能以守进 假装农民进城 四两九一盘花生米 楼上请 来个木须肉 不是那个 不是李祥阳进城 嗯 他是武装搜索 叫庄甲搜索营 庄甲营的搜索营的营长 叫埃布拉姆斯 呃 巴斯托尼战役的时候 我这手 这太阳有点角度变了 我这手 嗯 在巴斯托尼战役的时候 就是1944年12月的冬天 希特罗最后垂死挣扎反攻的时候 嗯 嗯 我换个角度 太阳好像能照过这边 嗯 嗯 对 这样 我再说着点 嗯 嗯 然后那个庄甲 塑索营就是巴斯托尼陷落 嗯 然后美国101空降师是池元 池元他没有重武器啊 顶不过德国 德国是隆德士泰特 啊 陆军元帅 然后那个 赶紧派人去池元 池元的时候 嗯 要不然我 我 我这还一个 我吃药 我早上你说 我得吃这么多药 嗯 这杯水别掉下来 嗯 我这水讲究 是吧 是红茶 那红茶早没味了 早扯的扯淡没味了 嗯 但这红茶里边 有一片柠檬 嗯 柠檬维生素 而且我这杯子好绿色的 嗯 就跟二锅头那一颜色 说你喝点水 都这么讲究 那可不是 你看我得吃多少药呢 和平亚得吃多少药呢 年轻时候为革命 啊 抛头颅撒热血 到这岁数了 没人管了 是吧 说怎么没人管 说领导换人了 现在这革命者又换了一波 你们他们就认了吧 我也是认了 像许元斌他爸 许光达都认了 说我早上要吃这么多药 一种 两种 三种 四种 五种 六种 七种 嗯 还有两池在上边 嗯 然后那个 嗯 许光达 许元斌 许元斌呢 我认识的时候 他是庄稼兵学院的副院长 陆军少将 没他爸做的好 他爸是大将 嗯 嗯 他是华罗庚的研究生 嗯 搞数学的 他也特诡谐 特爱斗 你怎么跟他斗 他都不急 啊 其实他也不是不急 他跟我不急 他崇拜了 嗯 他是我粉丝 嗯 他把我介绍给了张海洋 就是二七军的政委 嗯 后来就是成都军区司令 然后成都军区政委 介绍给邱金凯 二七军的军长 把我介绍给 呃 徐军长 三十八军军长 把我介绍给十三军军长 现在当大官了 是军委副主席 就是张东勋的少爷 啊 然后还有那个陈志健 介绍我认识了几十个将军 带着我到处去讲课 说你讲什么课 我是唯一往返交转双方 才反过海湾战争的中国人 唯一的中国人 唯一的记者 唯一的新华社记者 唯一的新华社摄影记者 从小上讲 现在老老老有一句成语叫 知微建筑 从一个小的地儿 能看出一个全面的巨大的东西 嗯 我就是那微 我是唯一的新华社摄影记者 也是唯一的新华社记者 也是唯一的记者 也是唯一的当时十二亿中国人里的一个 嗯 而且那时候我thinking fast moving fast 嘴皮子也快 他就带着我 到各个集团军 给我军 讲我看见的海湾战争 他还给我那本书 呃 提写了一个 把 我那本书 我从战场归来 给我提写书名的 你知道谁吗 呃 中央副主席 中共中央副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李德生 李德生 呃 是开国的上将 许延宾他爸是开国的上大将啊 呃 北京电视台叫每日每周一星啊 还是每日一星 每周一星 每日一星 这星也太多了 日的太多了 能把人日子累死啊 不能 那就精疲力尽了 不能每日一星 嗯 每周一星 那女的叫陈夜 小女孩 说唐老师我拍你 这 你老说你懂坦克啊 能不能 拿俩坦克刀 道具 我就跟许将军说 许将军说没问题 你来吧 给你坦克连 啊 当然当然不然把这 不能把这连权给我啊 当时 呃 卢沟桥以西 崔村啊 啊 赵新殿 就是庄甲兵工程学院 嗯 特大的一片 嗯 呃 四九年建国的时候 伟大领袖跟许光大说 卢沟桥以西 归庄甲兵 嗯 然后到槐树岭 现在这些都变成民房 全开发房地产了 嗯 呃 那个时候 特别崇拜机器 嗯 崇拜机器 啊 呃 开国 在天安门阅兵的时候 最最唬人的 最牛逼的就是庄甲兵 就是坦克 呃 那个时候我军 所有的轮式车辆 所有的轮式车辆 归总后 所有的履带式车辆 就 庄甲车呀 坦克呀 只要是履带的 全归庄甲兵 嗯 那时候庄甲兵可厉害了 嗯 属于总参系列 现在庄甲兵都属于D 属于总装系列了 那时候排第一 现在排第四 这排第四跟我这大嘴胡说八道就有关 海湾战争 1991年 我回来的时候 我就跟许将军说 以后坦克不重要了 坦克不 坦克重要 坦克重要的是 在农业社会 朝工业社会 转型的时候重要 你看这两天打乌克兰 坦克重要吗 坦克不重要 嗯 坦克虽然不重要 但对我早期搞新闻的时候 是起了借鉴作用 第一 坦克有庄甲防护能力 嗯 我有新华社记者证 基本上我想到的哪 啊 顶多把我逮起 逮起了一茬 真是新华社记者 就把我给放了 新华社记者证 就是我的庄甲防护 其他我那三点 都是我自己的 第一 我的教育水准 我是屁大 国际政治系毕业的 嗯 我脑袋上开了窍了 univorso的教育 univorso就是大学 univorcity的词根 univorso就是宇宙 宇宙宇宙的雨 就是无限的空间 雨嘛 啊 广雨啊 什么是宙 宙是时间 我手上的手把 嗯 五 啊 没头没尾的时间 嗯 嗯 啊 这也是2022年 5月3日 嗯 联合国规定的 呃呃 记者自由日 是吧 自由记者日 我回忆我当记者的 嗯 我当记者的时候是80年代 嗯 80年代 起步那时间好 啊 如果说雨 我立足北京 嗯 立足天安门 胸怀祖国 放眼全世界 如果时间那是80年代 我批大79级的 我毕业是83年 所以当我成为一个成熟的记者的时候 那段时间 80年代中后期 所有的重要的事 啊 刚才我讲 我装甲防护 我有新华社记者这 嗯 呃 雨 我立足天安门 放眼全世界 啊 晝 啊 我80年代中期 嗯 还有就是 我有 丰富的采访实践经验 这就像坦克的现场突破力 你有装甲啊 你能到现场 到现场还能撕开一口子进去 坦克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作用叫突破 呃 苏联有一个将军 一个元帅 叫时间缅科 还是格雷奇科 我不记得了 他那本书叫突破 嗯 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 突破 突破英文叫break through break 就是打击 打击在穿过的 就给他撕开一个口子 嗯 通讯社记者 尤其是通讯社的摄影记者 尤其是任何事件 我一定要 把所有阻挡我的人 都撕开 我突破 一直进入到核心 在这进入的过程中 不停的把它记录下来 嗯 因为我手里有照相机 我不在乎胶卷 啊 我相机带马达的 我就卡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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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以后我死了 啊 你打新华社摄影部的档案 同时也就是中国照片档案馆 就是新华社摄影部开的 你会发现 也许过一百年 也许过两百年 好多突然看见的那些照片 嗯 应该数的都是我的名 唐氏正社 那些也许从来没发表过 但是 那些是我拍的 嗯 有些可能那时候已经不数我名了 我已经臭了一臭万年了 但是那个照片 这段时间的那些照片 那些全是我拍的 呃 坦克 有装甲防护 有火力 火力就是那大炮啊 现在老有人弄不懂 说坦克大炮 跟那叫自走大炮 自走大炮都是他妈外行 君与都没说对 嗯 坦克呢 首先有一个底盘 啊 一般我们底盘用的最多的 原来是五九式 啊 就苏联的五四 啊 T五四啊 他叫特五四 我们叫五九五九 因为我们是学类的 跟老德哥学类的嘛 啊 我们叫五九 后来五九改 是特别多的 嗯 我刚认识许延宾的时候 就是五九改 嗯 呃 后来 呃 我就不说那些事了 什么什么什么 说行号都没用 没进度 小孩刚 刚摸得着的时候 说你老孩 你摸得着什么 我开过 我开过99A 啊 不但我开过99A 我徒弟都开过99A 啊 我有视频 我视频不能播 播违反纪律 不能给你看 嗯 你想万岁军军长 几任万岁军长 都是我哥们 我能 我要没开过99A 我赶99A 方向盘的 嗯 啊 自动变党 我一说 明白人都知道 我开过了 嗯 跟我盘道 都是万岁军长 我说 我开 你们那个99A了 军长说 哎呦 我自从出事之后 我就没摸过坦克啊 嗯 突破 嗯 能深入到里头 而且你记录下来 你靠笔记录下来 啊 你那笔没谱 就跟我这笔似的 笔不一定 说的就是真的笔 但照相机 凝结在胶卷上的 啊 你没法造假 你没法photo照吧 是吧 你能 你能底片啊 说我把这个底片 我拿针给画了 拿红药水 拿红拱给图红了 啊 我放大机 我放大照片的时候 让他不敢逛 都有可能 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你没法更改那底片 我有底片 底片叫 Negative Negative Negative是负象 是负象 啊 胶卷分黑白彩色 嗯 分负片 Negative 负反转片 Chrome 嗯 Ectachrome Ectachrome Kedachrome Akphachrome 啊 这就是腹记 Chrome啊 这就是胶卷 是今天不说胶卷 我就是把 我大哥 许元斌的 用于坦克的战术 嗯 用于 我大哥他爸 许光达的坦克的战术 运用到我的新闻采访上边 所有现场突破里 刚才讲到 一个底盘上边 坦克呢 是有 呃 完整 呃 坚固的装甲 同时上边也有火炮 他的主要的作动作用是用于进攻 就跟我似的 嗯 用于突破啊 发取进攻的时候突破 当然他炮的口径不如炮大 现在我们常用的炮南非的那叫G5 是吧 G5 G5 嗯 我在以色列见过是拖曳式的 155公里 台湾叫公里 我们叫 我们叫毫米 155毫米的 呃 呃 对 榴弹炮有点玩 加农炮 是指他的炮口的炮镜跟炮身的比例 加农炮就比较低了啊 当然更低的是战防炮 直接打坦克的那个 那个更低 当然射成金 射成金 火箭炮是另外一类 火箭炮是靠自己推力的 我说的这些是火炮 火炮都是靠嗯 前半人一炸 崩出去的那个崩出去 我这就农民说土话 嗯 呃 坦克 嗯 然后现在老说的那自走炮自走炮 应该学名叫自行火炮 他不需要拖液 不用卡车来拖的 不用装甲车来车 他自己装在一个地盘上 当然他上边也有装甲 是吧 呃 炮弹皮时候别炸着的 但是 他从马力上 从速度上 从机动性上 他都没有坦克那么坚固 他就顶多是自己能走就不错 打完几炮 他吧 赶紧就撤了啊 属于八角无情室啊 八角无情啊 打完炮就撤了 坦克不是 坦克是 主要不是打炮的功能 是吧 啊 一百二十五毫米呢 口径就算大个的炮了 嗯 呃 一般来说以前 你看那特三四七十六毫米啊 啊 叫特三四七六 嗯 就是七十六毫米炮 以后叫特三四八五 是八十五毫米炮 都没到一百毫米 一百零五毫米 一百二十五毫米 就了不得的大口径炮了 但是 自行火炮 就是外行老说的自走炮 自行火炮的口径都比这大 现在大到一百五十五毫米 嗯 一百五十毫米 台湾叫 啊 一百五十五公里 就MM 嗯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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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 但坦克呢 刚才我就说 它具有完整的防护能力 它的履带 让它又有足够的机动性 它不像轮日车辆就陷在那了 它上面有火炮 除此之外 它上面有电台 电台是德国的凯尔海因兹 都逢古德里安引进到坦克里边来的 那时候一次大战 福尔赛 华盛顿体系 不许德国有坦克 不许德国有坦克 那德国它研制坦克怎么办呢 它不能整天用 呃 那种木头坦克 帆布坦克 铅笔刀一捅就破的坦克 古德里安的回忆录叫 闪击英雄 中国翻译的 最早是台湾的纽仙忠翻译的 纽仙忠 纽仙 名是哥俩 嗯 啊 他有个出版社叫军事一岁出版社 出过三本书 啊 解放军那时候都引进了 那时候在平安里大街 有一个出版社叫战士出版社 啊 现在叫解放军出版社 那时候战士出版社 出的出都是灰皮书 没有出版号了 盗版书啊 有三本 一本叫失去的胜利 失去的胜利是 呃 曼仕坦因写的 曼仕坦因 就是苏联开始反攻 斯带林格勒 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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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渠 福尔加河 呃 开始撤退的时候 嗯 斯莫朗斯克 斯莫朗斯克 呃 库尔斯克会战 那段时间的回忆录 叫失去的胜利 这人叫曼仕坦因 曼仕坦因呢 就是制定 呃 二次大战开始 制定那个发动战争计划的 曼仕坦因计划的制定者 他是一些职业参谋 他舅舅 他舅舅了不得是星登堡 就是一次大战的德国元帅 星登堡 还有本书呢 叫龙美尔战士分剑机 就是我认识的 我认识龙美尔的儿子 我去过他们家 在斯图加特 斯图加特出 豹斯西装 豹斯西装 出保时捷 跑车 出奔驰骑车 就是龙美尔儿子是这个城市的市长 当了22年 送给我六本他写的书 最后是个作家 我送了他两本我写的书 两本换回六本 我在他们家喝过茶 龙美尔的家 第三个就是卡尔海因兹 逢孤 连的回忆录 叫闪击英雄 这三本 解放军早期叫文革的时候 就引进了 从台湾引进的盗版 叫三大名将回忆录 我是把坦克当成是摄影记者的法宝 机动性 装甲防护 火力 现场突破离和通讯 我在80年代 我就是BB机 我BB机是126呼5566 全北京警察全知道这号 有事他们就呼我 因为警察呢 是跟记者 是往往是突发事件最早到现场的人 记者他 那警察他不带照相机啊 除非刑警 是吧 治安警察他也不带照相机 不像现在 拿个手机 人人都拍了 那会儿不是 而且我的工作 有助于警察维持治安 有助于警察破案 是吧 我去了拍了 他们封锁监查 明天报纸一件报 那时候什么第二天都监报 新华社记者 唐时增社 所以我 警察都认识我 不认识我的警察 都是新警察 北京那时候公安局局长叫苏仲强 后来苏仲强得胃癌住院 临时代理局长叫刘震山 再往以后是张良基 再往以后我就不认识了 因为后来海湾战争我就出国了 我就不知道 我只是说这些 我早期的战略战术 如果提到战略 战略 我的重大的目标 就是说我要当用照片讲固执的人 我要当司马迁 如果上升到孔子 司马迁崇拜孔子 司马迁描写孔子的时候就老说 高山仰旨 井行行旨 随不能至 心向往至 司马迁就说 我看见高山 我就崇拜 我没办法向高山上那么高 但是我看见高山 我他妈就崇拜 我虽然到不了那 但是我的心 是向往着那高山的 就是司马迁描写孔子的时候 你要到陕西的陕北 还不到陕北的 就是八百里秦川 八百里秦川 黄河边上 黄河最窄的那个地儿 是司马迁出生的地儿 司马迁说 千生龙门 耕目于河山之阳 就是那个地儿特别窄 司马迁是寒城的人 说我司马迁 生在龙门这个地儿 在河山的 就黄河的北边的 向阳的那个山坡上 种地放阳 也许放牛啊 他只说耕目 耕田放牧 于河山之阳 河就是黄河 中国古代啊 有四大名川 江河淮汉 凡人说江就是长江 凡人说河就是黄河 凡人说淮就是淮河 凡人说汉就是汉水 就是汉江 司马迁说 然后呢 中国 那司马迁那么崇拜孔子 孔子为什么让人崇拜呢 孔子写了一本书叫春秋 孟子称赞孔子 说孔子做春秋 而乱称贼子句 说孔子写了春秋这本书 坏人就害怕了 为什么 坏人怕被写进历史 孔子就是写春秋 春秋 把这写中历史 春秋以后有三个人 主要给解读 因为古书我得解读 孔子是立足鲁国 因为孔子是鲁国人 鲁国是谁的封地呢 是辅佐周朝 周武王的地理 周成王 辅佐周成王的周公蛋 就周公鸡蛋 左边一个女 右边一个臣 周朝的皇帝都姓鸡 周武王叫鸡发 周文王叫鸡昌 周公叫鸡蛋 周朝有四公 吕宫旺 吕宫旺不姓鸡 吕宫旺姓江 就是江太公 他跟周朝他们家是亲戚 联姻了 江太公钓鱼 院者山沟那个 江太公在哪钓鱼呢 在那个 我得吃点奶 润滑一下我嗓子 我这奶是三元牛奶 今天忘了说了 这三元牛奶这小女孩啊 她说免费给我订一个 订一个 这样我一个月就能省二百多块钱 可是怎么最近没断了对了 所以我昨天交钱订牛奶的 就三元牛奶说 唐老师你得交钱 那个三元给你那票没到 没到 所以我那个鲜奶就断了 我为什么订三元酸奶呢 三元牛奶跟三元的酸奶呢 它是北京的 因为这牛奶这东西啊 不能远处运来 远处运来说德国的 什么木西 什么就院士带货那奶啊 我不认识他们 他们认识他们 我也给带货 是吧 他们就是让院士带货 我不是院士 我是口条啊 所以我这奶都是我 嗯 我自己买的 买了就得值 是吧 得好 得好 得物美 物美价廉 如果说物不物美价廉 还贵 我就不买 什么 我觉得那些纸包装的 什么 什么 什么这个粒 那个牛啊 我都觉得悬 啊 包装纸路那么好 嗯 我宁肯用那个 每天早上送牛奶 送的那玻璃瓶 三元牛奶 第二天退瓶 其实人家就收回去了 是吧 所以那肯定最便宜 我没买那个包装钱 嗯 嗯 不咳嗽了 我怎么说到奶去了 我这一下 嗯 当记者 嗯 刚才说到什么 坦克 斯 对 孔子 孔子 嗯 孔子 嗯 呃 公洋 公洋传 春秋公洋传 公洋解释孔子的时候 我觉得解释了最好 孔子说当记者呀 孔子就是鲁国 当年周公辅佐周成王 就没工夫 没工夫回家回自己的封地 啊 武王也给他封了一块地 就是鲁 北边呢 是亲戚 啊 江太公他们家是齐 南边呢 更是亲戚了 啊 是他的叔父啊 重父跟爹似的辅佐他的啊 所以周成王 呃 周武王周成王就把 呃 山东的南边 鲁 封给了周公丹 但周公丹没工夫去 周公丹就把自己的儿子派到那去 孔子呢 呆在这鲁国就等于是周公的儿子的封地 呃 孔子也拍马屁 孔子 但是他写春秋不是瞎写一支笔 说一支笔啊 啊 艾克 西弗 沃特曼 啊 这这叫什么 蒙不烂 蒙不烂 不是说一支笔就在那下写 孔子出去采访 嗯 孔子坐着车 是吧 孔子是马车吧 是马车 嗯 有坐牛车的 有坐驢车的 等级都不一样 孔子是马车 嗯 周游列国 孔子 孔子一看这地儿好就多呆 一看不好 孔子有话叫 微邦不拘 乱 叫 呃 微邦不入 乱邦不拘 嗯 就是 一看这危险的地儿就不能去 一看乱的那地儿不能住 赶紧就闪 啊 所以那时候 孔子到哪一碰见 说这地儿咱得走 孔子刚走就乱了 是吧 孔子还一徒弟叫紫禄 还是紫油啊 就让乱兵给打死的 打死之后 把他给 把他给剁成肉酱啊 古代的时候 那个鲁迅老说 嗯 我打开日记 狂人日记 鲁迅说的 就是吃人 就是吃人 啊 如果把人拿那水 放在那个 开水里边 啪一烫 吃了 那叫喷 喷 就把这人给喷了 古代有喷行 有海行 海行 那字他难写 念海 海就是剁成馅 把人剁成馅 孔子那徒弟 紫油还是紫禄 就被人剁成馅 被剁成馅 剁成馅的还有 就是周朝建立的时候 商咒王 昏君无道 那傻逼啊 呃 说自称能文能武 咒王 嗯 就是商朝的最后一个王 他宠女的 好多女的啊 呃 那个叫什么呀 就是不骚的 他不喜欢 不骚的 他就给剁成馅了 有一特骚的 就是打几 狐狸精 打几 九位狐狸精 打几 打几 结果看上了 周文王 鸡肠的大儿子 博弈考了 博弈考他就说 哎 你博弈考你弹琴的好听 我想跟他学弹琴 哎 商周王那大傻逼 就说你学去吧 这搜搜狐狸 九尾狐狸 这搜逼 就去找博弈考去学琴 勾引博弈考 说 说博弈考你教我弹琴 这么我学不会 哎 我坐你怀里 你搂着我 哎 你捏着我手 哎 把屁股就搁在 那个 博弈考的腿上 蹭蹭蹭蹭 蹭蹭蹭 博弈考不干 说你这不是 你这 你这不行 不这不仁不义 哪成啊 然后 这个 打击就马上使坏 告诉商周王 说博弈考调戏我 你可以 调戏奴家 结果他妈的 商周王就把博弈考 给剁成馅 剁成馅 剁成馅 就海 就叫海 剁成馅 剁成馅呢 给他爸吃 你说剁孙子 把博弈考 就是 博一般古代叫 博仲书记 博就是老大呀 后来 博弈考死了 周武王才习的绝 才当的武王 不然应该 博弈考当周武王 然后你看 一般人都特喜欢 大儿子 是吧 第一长子 亲生的第一个 博弈考 你看第二子 就叫激发了 博弈考名字 都跟别人不一样 然后他就吃了 然后 他不敢不吃 周王上 吃了以后 就跑了 跑的时候 一恶心 知道自己儿子的肉 就把那肉吐在地上 就变成了兔子 现在老说兔子 兔子 那就是兔子 还有那个谁 是彭越 汉朝的时候 都是开国几个将军 后来吕后上台 把彭越给剁成馅 是把彭越剁成馅 还是 我这记不清了 好像把彭 彭越剁成馅 给九江王 鹰部吃 鹰部又叫情部 因为他脸上被刺过 情形 情鹰部 好像鹰部吃了 还是 是鹰部把 彭越的剁成馅的肉吃了 还是彭越 把剁成馅的鹰部给吃了 吃完了一恶心 就哗 就吐了 吐出来 掉在江里 就变成螃蟹 那个是馅吐出来 变成兔子 这是变成了螃蟹 孔子把这都给记下来了 孔子记这个 孔子说 记这个当记者 记这有三个重要 第一 就是所见识 这亲眼呢 你看见的 所见识 第二个呢 是所闻识 就是耳朵 你亲耳听见的 所闻识 第三个 所传闻识 就是别人 间接的讲给你的 所以孔子说 所见识 所闻识 所传闻识 孔子认为记者 就这三个 这对像凯撒 凯撒也是 凯撒是古罗马的 最重要的记者 他写过高楼传记 他写高楼传记 全是记者笔法 都说他怎么 他怎么 他怎么 不像我们 我们现在 我写都是我怎么 我怎么 一体现秦里 外国管制 叫刚左派 介入派 又说到坦克上去了 突破 机动性 火力 通讯 通讯呢 一个是手机 那时候没手机 我有个BB机 126户 我还有个大哥大 大哥大 爱立信牌了 那时候没有大哥大 整个天安门广场 连一个公用电话都没有 我有电话 无限的 所以更重要的是 我有这些技术装备 我有朋友 历任北京公安局局长 历任万岁军军长 全是我哥们 那时候我很小 他们都比我大 20岁 30岁 甚至40岁 但他们喜欢我 喜欢我什么呢 就是我心知口快 我说的是真话 实话 比如我看一顿我想要 我说军作 那给我一干亏吗 但军作边上的参谋 知道军作的意思 给他一个 别多给 别出去说去 就类似这样的事 公安也是 我好多时候都能够比警察 还更早的到场 为什么 我除了之外 我刚才不是说 我不是新华社记者 我可以要车 要车有红车单 红车单 新华社社长说的 说唐老牙跑突发事件 来的时候的车保障 车保障 我开着一奔驰去 我带着一司机 司机开一奔驰 那会儿哪有奔驰啊 80年代 基本上是畅通无阻 就像一坦克 机动性 获取信息 获取信息 机动性 现场突破力 强大的火力 我在现场就发稿了 我发稿也发过错误 就是1988年 浦黄渝一个火车 把一公共汽车38路撞 撞的时候 我一看 刘震山 北京公安局局长 然后呢 我还拿一只 我问跟他在一起的保镖 什么随从之类 那时候警察 刘震山是北京公安局长 每天骑上自行车上下班 说这一公安局局长一狙击 狙击他也骑自行车上下班 不急 庄泽东 国家提委主任 庄泽东一直骑自行车上下班 从原寺 骑到国家提委 得骑小一个钟头呢 庄泽东老说 骑车身体好 不像现在 坐车 开道什么的 没有 没有 然后那个 刘震山 我第一次采访 我不知道 我说这是谁 刘局长 我就记住刘局长 怎么写 另外一个人给我写 刘震山 我就回去发一稿 浦王鱼撞火车 北京市公安局长刘震山 第一时间赶到那现场 我就给发了 因为新闻呢 我不是故意造假新闻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但是有一个错误 他是北京市公安局代局长 不是局长 局长还在 局长临时住 苏仲祥有病住医院了 结果给公安局造成读面 公安局还到新华社来抗议来 抗议来 我还害怕 缩头缩脑藏起来了 新华社总编室 直编的一个叫什么秦 是李秦呢 还是王秦 还是张秦呢 一大姐 大头大 给那公安局的训了一通 说什么 说我们这都得 政治救援员 新华社才发稿了 汤老牙这孩子不懂事 瞎发稿 一公安局局长 错了就错了 以后知道得了 下回让他别发了 公安局也没说过 是吧 新华社也没说过 公安局还跟我特好 以后张白发就说 如果只许四个人进 中央电视台 北京日报 新华社 然后我就插嘴 我说只许俩人进呢 中央电视台 新华社 我说只许一个人进呢 张白发说 汤老牙老捣乱 就你汤老牙了 我那时候就是这么说记者 这都是几十年前的事 后来是我在中东常住 住在埃及 张白发要来 我到机场去接他 我的车 我在这能进机场 张白发说 汤老牙你怎么在这了 没给你记工啊 他记得我参加过一次 特危严特危险的事 他是总指挥 他是当时北京常务事部长 说没给你记工 你怎么跑这来了 你犯错误了吧 又瞎说了吧 又瞎说了吧 我就知道你这孩子得瞎说 我给你找一媳妇吧 后来张白发就帮我介绍了一女朋友 是国家网球冠军 这一段就不说了 一说又说多了 我这奶呀 如果说那个三元牛奶的小姑娘 你要能看见 你北京那奶 你接着给我定点 是吧 不然我一个月 我得多花二百多块钱 我是一穷人 吃点杯 喝点杯 点折没有 感谢北京首农三元牛奶 为老百姓 为我这种底层 提供每天的盖